大家好 批评书 继续扯扯习包子这个人 他们说在北京所谓的上流社会圈子里面 他们都流行一说法 说习近平这个人特别的孝顺 每天他都会回去 每天不是说每个星期也不是每个月 都是去看他妈 看望他妈 还有人说他每天看他妈都会给他妈下跪 请安母后给你请安 习近平孝顺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东西他有一刷 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在共产党里面的威信挺高的 很多人真的很服气他 一方面当然也是共产党这个游戏规则了 人家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总书记 三军总司令是不是国家主席 所以大家也认这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觉得习主席这个人虽然是个250 我是一个这个念错误字的人 没什么文化把国家折腾乱七八糟 但是他有一些传统的美德 其中一个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孝顺 那有一句说一句 我是能理解这种东西的 一般意义上 就是这个做儿子的吧 做闺女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个闺女 我是一儿子 就说你小时候你的父母的话 对你越严厉 你打打妈妈越多 反而你长大以后 这种被打被骂的孩子 反而他更加孝顺 反而你如果小时候 你把这个孩子宠的是万圈宠 在一身什么腻子手上盘铁碎 含在嘴里怕话 这孩子长大以后 说不定他就真没什么孝心 真的像我就是属于那种 小时候就是父母就是不打看中我 真的就动不动就骂 动不动就打 但是我也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 对我 当然我父亲不在了 但是我对我妈那好的简直不像话 知道吧 因为周围邻居的都夸我说我妈有福气 就是因为养了一个儿子挺孝顺的 习近平也是一样的 你想想是不是 习近平他这个什么小时候 他妈可没少骂他 那比我惨多了 比我们很多人都惨 他妈直接就是不是有个故事吗 说他在外面这个什么 偷鸡摸狗的 是不是 上方截瓦的 搞了不少的坏事 是一个问题少年 他是进了哨馆所的 我们再不听话 我们也不至于进哨馆所 是不是 最多也就是撒撒谎 有时候懒呢 是不是 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干活 有时候老妈骂我的话 我跟他对一嘴 就这种情况 不至于做外面 啊 偷鸡摸狗的 打打杀杀的 没搞这些事情 没惹个多大的麻烦 至少没有进哨馆所 那习近平是经过哨馆所的 这个是习近平是三不管 政府也不管他 进了哨馆所 觉得这里也挺麻烦 不管怎么样 也是一个高干的子女 是不是 然后关了一段时间 把他就打发回去了 那家里也不管他 据说这个习近平大半夜的啊 被烧管所的这个这个公安人员 送到家里敲门 这个他妈一看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 当时把门关了啊 这种败家子 这种逆子啊 这种不听话的 这种这个这个什么就是犯罪罪犯 我们家没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不要把门关了 你说习近平那时候也十来岁了啊 十多岁了 那个做何感想呢 估计是麻木吧 反正他就长得像个猪 也没什么太多感觉是吧 哎呀 这个没想到 你看他没有 他现在年纪大了以后 他反而对他妈特别特别的孝顺 每天下归请安 这东西呢还有一个层面的东西啊 也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 我们都有的 就是说你家里如果一个老人 如果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也不见得 但是一旦活到了八十九十 甚至一百岁 哎呦 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家里就是一宝 哎呦我现在也这么说话的真的 这个就是我妈八十多岁了嘛 我就跟我的妹妹就讲 我说你们要对他好点啊 真的 这个家里有一个老人 是个宝 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嘛 五十多岁了嘛 你习近平就更是 习近平自己都被七十了 马上就七十岁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老妈都九十多岁了 呦哎 你想想吧 这个东西就是各种奇怪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话题 是从习近平的现象入手的 就是他真的很多人说他 哎呦这个人了不起 孝顺呢 你知道像我这么一个人 我不知道 习近平高大上的圈子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够不着 是不是但是我从我身边的情况 我就知道 因为我在我的脑架的人眼里 我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人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 就因为我对我妈好嘛 笑什么 人人都夸 但是我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偷情摸狗的事情没少干 是不是 在外边吃喝嫖走的事没少干 开口就是撒谎 满脸的虚荣心 是不是 因为自我为一 完了以后 老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自己啥也干不了 还觉得自己是什么 有心杀敌 无力回天 还觉得自己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业 结果没想到就 就就就就活在迪沟游里面 活的是猪狗不如 是不是 但是在在在他们那些人眼里 因为你孝顺呢 所以中国人的情况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是摆了一个现象 是因为我前几天呢 我在整理稿子的时候 哎我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 我之前写的啊 我觉得呢 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发出 哎呀很多人说写的好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孝顺这个东西啊 是中国的民情秩序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某种意义上排第一位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这个孔子就这么讲的啊 说这个孝敌也者其为人之本欲啊 意思也说孝顺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人成为仁义之人的这个根本基础 是吧 最本质的东西 所以中国人的传统是强调孝顺啊 孝敌呢是对父兄绝对的顺从 孔子多次提到上帝 这个董忠书呢也发展出天道的理念 但是由于儒家的上帝与天道缺乏实际的内容 孝呢就成为孝金啊 这构成了一个认识的错误 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绝对敬畏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事实 那么这个人的所谓孝顺 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偶像崇拜 这才是中国人的观念秩序和民情秩序的最大的问题 摩西世界啊强调人要尊重父母 要孝顺父母 很多人就此认为圣经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是同构的 然而摩西世界所有关于人的行为的准则和诫命 都是建立在人必须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的前提的条件之上 所以摩西世界你看嘛 前四条甚至前五条 都是讲你不要拜别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唯一的真神 就都讲这个东西 到第五条或者第六条 才开始讲人类行为的准则 不要杀人啊 不要奸淫啊 要孝顺父母啊 这些话是不是 所以它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你必须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的真神 父兄不过是人 对他们绝对服从就是偶像崇拜 就是忘记耶和华唯一真神的重大事实 但是一旦我们立足于唯一的上帝的事实前提 我们面对祖先面对父母 我们就能在直觉判断力的意义上 迅速而去准确的把父母理解为普通之人 而不会理解为需要崇拜的一个偶像 祖先不过是人 父母不过是人 以色列在旷野为祖先的罪忏悔 这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祖先不过是人 只要是人就存在晖之不去的人心之罪 反光我们的文化传统 多少专制以祖先为名 以父亲为名 把父亲偶像化 以至于父亲的意义成为我们的坟墓 将我们埋葬 上帝不在的地方 所有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独裁者 上帝存在的地方 所有的父母都不过是人 都必须接受怀疑批评 理解的一点 我们才能理解西方传统文化 为什么在肉体的父亲的意义上 一直存在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师父的情节 我们必须要学习对我们的肉体的父亲 肉体的父母展开人性论意义上的绝对的怀疑 否则我们的人性就会来自于父母的遮蔽 这会直接导致我们心智的狭窄和视野的局促 进而损耗掉我们作为每个独立之人的生命的意义 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选择成为一名基督徒 就必须从对父母的磕头打算的文化传统中逃离出来 某种意义上 这是任何一名中国基督徒最重要的出埃及记 只有逃离了来自于肉体父母的奴役 我们才能逃离来自其他的有形和无形的精神的奴役 也只有把我们的父母彻底理解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热爱我们的父母 所以这句话我是写完了以后 我是很感动的 我为什么对我的母亲挺好呢 是因为我真的知道我的母亲身上的一切的缺点 而且他的缺点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父母的一切的缺点 那是一丝不拉的 一见不落下的 不落下的 完了以后传承到我的身上 真的一个人对父母的传承 他不是传承美德 他是传承的缺点 真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个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接受的常识 我为什么对我母亲好 我觉得我母亲不容易 我对他有一种黏命 而不是赞美 我绝对不会像爱情一样写什么大阳和我的保姆 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寒泪水 因为对于我的爱的生存 我不会写这句话 我为什么对我的母亲非常的爱 非常的关心她 非常的甚至宠她 宠她已经没边了都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浑身充满缺点的女性 一个年迈的人 她的缺点就是我的缺点 所以我怜悯她 知道吧 我可怜她 我觉得她一辈子不容易 我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我的一个道德的模范 我的一个需要磕头捣算的一个下归请安的对象 一点都没有 所以同理我才意识到 其他所有由人组成起来的威权体系 不过都是由一个普通人组成起来的合作体系 比如祖国民族之内的文化概念 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偶像 而是我们人心内部的一种文化的属性 如此我们才能学会用平行的目光 打量这个看得见的世界 不再做孝顺文化的奴隶 不再做国家奴隶 不再做父亲的奴隶 不再做母亲奴隶 在某种意义上 当我们扩展到人类社会的时候 我们不再做世界的奴隶 我们也不再做人类的奴隶 知道吧 因为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 所以只有摆脱了这种当下的奴役的状态 我们才会学会有仰望的目光啊 去敬为高过我们意念和高过我们道路的上帝 这是一个伟大的自由选择啊 我们的问题是必须要到这一步 我们活着 我们成为一个人 我们到底是做上帝的奴隶 还是做这个世界的奴隶 我们到底是做耶稣的门徒 还是是做这个父母的门徒 我们到底是做耶稣的门徒 还是是做这个习近平的门徒 做共产党的门徒 真的你我必须做出一个决绝的选择 啊 这也是我今天好久没有讲这些话了啊 也是从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每天给他的母后啊 下归请安的这么一个传说啊 一直讲到我们自个儿 讲到我们的文化 是吧 讲到我们的信仰 真的有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便习 我认为这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展开思考的问题啊 如果这些问题没搞清楚的话 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no的 我们将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处在尘埃之中 处在这个低沟游之中 永远得不到更新 谢谢 谢谢